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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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热搜话题有这个题目就是 有人在讨论20岁了还在花父母的钱 然后到底怎么样 然后就引起很多的讨论 所以我就想 那好那干脆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来当题目 就是我还特地讲 20岁了还在花父母的钱 30岁了还在花父母的钱 甚至有些人到了40岁了还在花父母的钱 那花父母的钱真的丢人吗 丢不丢人 还是种骄傲呢 对 骄傲也不至于啦 谁会是骄傲 但是到底丢不丢人啦 我相信那个 我等一下跟你说 这很难说 很难说是不是 很难说吗 现在是不是又卡了啦 你们大家又说我卡了 YT很卡 YT很卡是不是 来 我换一个节点试试看 等我一下哦 这个节点 节点是什么 OK 我换一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 喂 你有听到吗 有啊 我一直都在听 就是换一个 那个 服务器 节点 换一个梯子啊 就是他有很多 他透过很多 第三方的那个 服务器 节点 翻墙 YT的朋友们 现在有比较顺吗 有没有比较顺 应该会顺一点吧 好了 卡卡卡卡卡卡卡 卡卡卡卡卡卡 这样才有 咕咕好 有没有好一点 有没有好一点 有好一点吧 有吧 有啦 我看画面好像都很顺啊 好 ok ok 好多了 我换一个节点就好多了 好 ok ok ok来 所以 那就继续了 所以我就想今天 今天就讲这个题目 因为其实 我觉得啦 就是几岁了还在花父母的钱 这个 这个应该是要看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比如说好了 我们先讲 二十岁好了 二十岁了还在花父母的钱 乖宝你觉得怎么样 以台湾来讲 感觉好像很正常 好像很普遍 我也觉得 所以我今天看到 因为很多在念大学 或是当兵 都还没出社会啊 对 所以我今天看到 微博这个题目 我也觉得 好像还蛮正常 二十岁了还在花父母的钱 至少在我的生活经验 在台湾这边来讲 好像都是这样啊 除非你是一个特别的 特别的家庭背景长大 不然你二十岁左右 你还在念书 基本上 应该都是还在花父母的钱 但是我知道 有很多父母就是 子宫小孩子到 念大学 那十八岁以后 就是让他自己去打工啊 赚钱啊 成年了嘛 也有啦 也有这种例子 但大部分的都 至少把他大学给供完 那大学还会给那个 领用钱 大概就这样 或者是不给 或者让他带着自己打工 那 家境可以的话是这样 对 那三十岁了还在花父母的钱 你觉得怎么样 真的要看情况耶 要看情况 他后来就获得诺贝尔叉叉奖 诺贝尔叉叉奖 就可以是不是 就是你的意思是 如果三十岁了还在花父母的钱 就是除非他有特殊情况 他有超强特殊技能 后来发明了量子机器 回到过去 你的要求也太高了吧 我觉得那太个案了啦 你就当我在开玩笑吧 你觉得一般来讲 就不能接受了 对不对 一般来讲 就可能会被别人说啃老 30岁已经会被说啃老了 我先讲30岁 可是有很多变相的啃老耶 我先讲30岁 我们先讲一般的情况 我们再讲特殊的情况 我先讲一般的情况 30岁 我很多朋友 也没有很多啦 也没有那么多 就是30岁还在念研究所的 那这个 家里也还OK的 那他就继续花家里的钱 因为他的身份还是学生的 那就 这样子就 如果我觉得 如果考量到 他的那个 还在念研究所 还在求学 然后甚至有的还出国念 那不但花家里钱还花更多的 那考量到 他的家里面OK 然后他现在的状况 那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子 那30岁还在花家里面的钱 那就还正常 那如果不是 那只是 就是已经出去工作了 那这样子还在花 就是还在跟父母亲要钱 那就比较 有点不太对了 突然觉得题目好大 可是这个30岁的孩子 如果是你的孩子 即使你有能力 你会觉得这样的 教育好吗 或是有没有什么风险 很简单 如果他今天 他是一个 他念完书了嘛 他要出去工作了 好 那他出去工作了 那就OK啊 那他就可以 自己工作 自己花钱了 那我可以 所以前提就是 只要他还在念书 对 如果他还在念书 我愿意供他 就这样 他好好念嘛 然后他就一直念到博士 然后双博士 双硕士双博士 他有本事给他念啊 你逃避 他念到那个科学院院士 我OK啊 他有本事我给他念啊 一直走学术戒取 对 这个人 人都有自己的路嘛 比如说 呃 我 因为 你如果身为父母星啦 我自己啦 我如果有能力 我当然是尽量 让我的孩子能够 他如果能够找到他的方向 他愿意往这里走 那我倒是尽量去供他嘛 我是这样子啦 那但是如果 他已经 毕业了 然后他在外面工作了 那他 他就必须在职场上 找到他未来人生方向嘛 那他既然都工作 那至少 自己 自己 的花费 应该还可以吧 那我 我自己 我身为父亲嘛 我疼我的小孩 我可以买些礼物给他 我请他吃饭 什么这些都没有问题啊 但这是不同层面的关系嘛 就是他平常的 好棒啊 对啊 他平常自己的开销 那大概自己 自己负责自己的 就是我啦 我是这样啦 我相信我 就是担心 对我相信我未来 十五多败儿啊 我相信我未来 还有这个能力 可以去 去栽培我的孩子啊 所以我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 个人的那个看法嘛 所以 但栽培久了 如果他变成 依赖怎么办 嗯 因为到好大的时候 他还是在这个模式 他就习惯了 这个模式 就是怕这个 所以我觉得 这个有点 两难 这没有办法啊 用心栽培孩子 还是一个啃老族养成 你这个 这个就好像 对啊 你这个没有办法 你就是 他如果 30岁他还在念书 念博士 那你当然继续栽培啊 这是正常的状况嘛 那你不可以假设 他 我这样栽培他 他博士出来以后 他就会很依赖我 那不行嘛 因为他在正常的 一个念书的状态 那我就是努力的去供他 那如果是说他 我这样讲 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没有关系 我就举例啊 他博士念了 念了个十年 都没有念出来 然后还一直在那里 那我 我参为做父亲的 我就会觉得 很怪啊 你就会push他一把 对啊 我会觉得 我不是push嘛 我就会跟他讲 push他去就业 不是 你就会开始质疑 这条路到底是不是你要的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对不对 他就没去床 他不知道什么是他要的 不是啊 他只是在混日子嘛 显然是只是在混日子 我知道了 重点就是 我的孩子 他是努力的 在往自己的方向去做 还是他只是在混日子 只要他努力的 往自己的方向去做 哪怕我花我的钱 他花我的钱 我去供他 但是我知道 他努力的往他方向去做 比如说 像很多父母亲去栽培 自己的小孩子 变成运动员 栽培运动员也很花钱啊 对不对 尤其是某些运动项目 什么高耳福球 什么冰上滑冰那种 哦那个也很花钱啊 那但是你知道你自己的孩子是 他找到这个方向 那我怎么样 我也花下去嘛 所以我说如果是这种 这种情况下 那就不在于他 20岁在花我的钱 30岁在花我的钱 我觉得OK 就去吧 真的 就是他有兴趣又热情 然后又愿意坚持 又不怕吃苦 对如果是这种例子 那但是如果不是 那我就不行了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那个 那我在讲 40岁了还在花父母的钱 家境真的不错 对除非 除非林伯就是我啦 我是我是未来 我可能变成柳大亨 对不对 然后我 我变成好像何鸿燊那样 或者是至少是 蛮厉害的大亨啦 那我 我生了一个孩子 就 就是这样子 混吃混喝的 不是啊 我一直都觉得有变相的坑老祖 就你是柳大亨 我是你柳大亨的长子 然后你的一个子公司 交给我管或什么的 或是你有一个连锁 事业的 服务业还是餐厅 我来画这样子 那那个餐厅本身 到底赚不赚钱 可能外人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有个头衔 我也感觉我有在上班 嗯 我有在忙 对 我朋友也不觉得我肯老 嗯 but actually 我就是肯老 但你听我讲 你听我讲 这个叫做 我知道 但你听我讲 变相似的 乖宝 有些人就很忙 你知道 他很忙 他很优秀 可是其实 嗯 如果明眼人就 我真的知道 事实是什么 这样 好 你听我说乖宝 这个这个情况就是 每个人的命不同 就是他命好 他的命就是好 他家境好 他家里有钱 他父母也觉得 他开心就好了 至少他没去做什么 对啊 如果他家里有钱 那父母亲就供着他 然后让他这样去做 那你旁边人有什么关系 他就是命好 有人就喊得金钢紫珠 所以我不觉得这个叫肯老族 因为他的老是很有实力的 那就给他肯吗 没有关系 他肯不完的 好不好 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是柳大亨 那我的孩子是这样 那我觉得 算了算了算了 我就给他一点让他花吧 他只要花不完 只要他不要染上什么吸毒啊 赌博啊 那基本上 他花不完的啦 只要是这样 40岁还在花父母的钱 我觉得这一生就很难再改变了吧 对啊 就是40岁了还在花父母的钱 就期待他父母真的很有钱啦 就只能这样 那杰克你是含什么汤匙出身的呢 我含塑胶汤啊 我含纸汤匙 纸汤匙 好啦 我先讲啦 我基本上我很小 我就 我有在打工 我大学一直有在打工啦 那 但是 我不是家里家里穷的人 但是我就是 呃 小时候我跟我爸 年轻的时候我跟我爸 其实关系也没有很好 所以我就脾气很硬 我就自己 自己去打工干嘛的 那后来 后来我出来工作了以后 呃 我有 我有跟我爸拿钱 不是拿钱 我有跟我爸借钱 是为了要做生意 那个时候 嗯 对 那就是 那个已经是长大以后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也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话题啦 另外一个话题 哇 你生意赚钱了吗 呃 有赚有赔 哈哈哈 后来你还你爸钱了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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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优秀 没 就是 我慢慢慢慢的还掉了 因为那是我爸我才可以这样 那很好啊 因为我那个时候陪 陪了 我觉得肯老是一个名词啦 如果家里有那个资源 嗯 为什么不运用那个资源 假设我很有事业的头脑 对对对 就是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啦 所以我说 我 我会觉得 要看情况啦 像 如果有的时候孩子要做一些什么事 那你 父母不支持 孩子根本不可能做啊 你知道 比如说 要要做生意这个东西 那你当然 做生意很重要一个一个步骤 就是 募集资金嘛 你任何一个生意 生意的第一步 你就是要募资嘛 募资你就是从自己的 CVP找 对啊 找 找金属啊 你通常都是从自己的亲朋好友做出来 那你要做出一般成绩 你才去做第一轮的外面的融资嘛 对不对 那你在 从小家图四比 对 你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你在最一开始的时候的创业 你一定是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去弄钱的啦 都是这样的 好啦 没有我就靠我三寸不烂之舍 没有 欸我要讲我的纸汤匙 好 你说你的纸汤匙 有 你为什么说你是纸汤匙 塑胶汤匙的人 好 我是塑胶汤匙 你是纸汤匙 你说 我从小 呃 这是 呃 怎么讲 我单亲家庭嘛 嗯 然后 小时候家也是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是有被家福中心 助养过的 嗯 对 然后爸爸刚过世的时候 因为妈妈只是电子工厂的作业员嘛 然后那时候社工也有介入 所以我跟我哥哥有先去 类似孤儿院的地方做 住一小段时间 后来我妈妈才把我们 带回来这样 然后 我可以说 呃 国中毕业 这12岁之后就是 自己办公办赌 然后还要就是 拿钱帮忙 家里 嗯 帮忙 妈妈这样子 从12岁一直到 现在 所以我在国中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就 因为我国中是念自由班嘛 就是可能全班都有去补习什么的 嗯 我就很羡慕别的 同学 因为我觉得他们 家里有资源 可是绝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在抱怨说 啊好烦哦 家里都要让我去 嗯 这样子 嗯 可是我 那个时候就一直觉得 这些家里有栽培的人 怎么都反而不会珍惜 嗯 然后我 其实到后来我还是有一点点会觉得 哎 如果家境不错 搞不好我现在已经在NASA太空总署上班 哈哈哈 你那么厉害 哈哈哈 好嘞 开玩笑 太夸张了 但是也是后来也是靠自己办公办读 我最后还是念了 硕士啊 只是花很久的时间 我一直办公办读 中间一直中断 嗯 我到三十六岁 三十七吧 嗯 我念的是EMBA啦 就是在职的一边做 所以就是花很长时间 然后都是白天上班 晚上上课 嗯嗯嗯 对啊 就很辛苦 嗯 所以看到这题目我就直接 直接想流泪 有没有 对啊 只能说羡慕他们啊 我很难讲 我现在性格是这样 可是 你知道如果我们是出生在那种 含的金汤匙的 嗯 家庭长大 嗯 搞不好我们性格不会这样 因为没有散的孩子 跑得比较 快嘛 对不对 所以很难说啊 吃过苦的 比较知道 珍惜啦 所以我觉得也很难去批判 对 有些人 我觉得假如他在一个范围内 那我觉得他的成长环境 也有可能会影响他的 性格 比如说我现在念一下那个 YT的留言 刚好刚好讲到那个J1 J1我先念你第二则留言 说到30家啃老 33岁的王思聪 创业失败 今年跑去当一个新投资公司董事 注册资本一亿 发人是他爹王建林 算啃老吗 就是就是这个意思啊 人家 人家这个不算啃老 这个算他命好嘛 他就是有这个本钱 那这怎么算啃老呢 有的时候 人生而不平等 这就是事实 那就是资源的运用 那如果说真的是啃老 就是说 好像你的家境其实没有这么好 但是你却做的那种大少爷的梦 那 想 然后父母好辛苦 然后绕了还在工作 父母爱的孩子 然后就 就 就是揪着自己去攻着你 去享受那个 好像那种 大少爷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就不好了 你知道 那王思聪呢 他爹 他爹 拔一根毛 他可以吃一辈子 对对 这个没有差 你知道 所以 我说王思聪这个就不算啃老 这个算他命好 对啊 这个我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想过 我觉得 因为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 有些人很奇怪 有些人会仇富 你知道吗 对啊 可是那些富有人家的小孩 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哪里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他性格 或三观 正不正之类的 对 对 对 而且 呃 你讲真的啊 有钱人家的小孩 那他 成长就是在有钱人家嘛 那他就是活在一个真的是 不同的世界啦 所以 真的 对 所以对他来讲 这已经没有肯不肯老的问题了 他他父母亲爽 他哪有差 那他不 他如果小孩子不花 父母亲还不开心 也有这个道理 嗯 那 就看父母亲对教育有没有想法 对 就是我一开始跟你讲的 因为我想过即使 自己很有钱 可是 会考虑到孩子的 未来 或他成年以后 甚至他老年以后 所以会 可能会思考比较多吧 也不能太放纵他之类的 所以你以后不是不会 不会宠你的小孩子 什么是宠啊 我的意思是你以后有小孩 如果他三十岁还花你的钱 你愿意吗 三十啊 我刚不是说四十一定不行吗 对 三十就要看状况 我希望他善良 然后 健康 然后有解决事情 跟帮助别人的能力与想法 嗯 那所以三十 这个很重要 而且基本上他如果具有这些特质的话 我相信他应该不会是啃老族 所以其实就从小 因为他都想帮助别人 从小要灌输他这个概念 对啦 从从小的教育其实也蛮重要 所以我在想就是 比如说就讲到啃老族嘛 那那个 日本他有那种那个叫什么 简居族啊 简居就是 现在日本好多 日本好 好惨 新闻报的啦 对 我常看到 然后那个 英文他 那英国有一种叫尼特族啊 尼特 Need N-E-E-T 他叫做什么 就是啃老族的意思 对啃老族的意思就是 嗯 就是没有 就是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就是没 现在没有在工作 没上班 然后没有education or training 也没上课 对 没有在 工作 没有在教育 没有在受训 所以我就说就是这个叫尼特族 你继续讲我英文很好翻译 好 OKOK 好啦好啦 反正就是 没有在受教育 没有在工作 就真的什么都没做 对 没有在受训 那就是 就是这样 那在日本就是检居族 很多 在现在在日本的这个 这个现象 其实也很明显 我觉得 因为杰克 杰克我先跟你说 嗯 我看过一个新闻很夸张 是日本一个啃老族 他好像 都已经六十几岁吗 65岁吧 嗯 然后他父母过世了 嗯 然后他就 他 他没办法活了你知道吗 对啊 他不知道怎么生活或生存 然后后来被发现 他死在房子里 然后是营养不良什么的 对啊 他一直坑老到65 我有看到日本还有七十几岁的 然后他他就是 家家里面的那个父母亲什么都 都死了 都都过世了嘛 然后他好像之前家里还有点钱 然后那个 那七十几岁那个老爷爷就是 一直就自己住在家里 然后就吃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然后睡 就睡在那个榻榻米的那一块上面 然后他的那一块榻榻米上面 都还有他他睡觉的一个形状已经 印在上面 然后房子里面房子算大房子哦 然后里面都是垃圾 就是 就是有这样啊 那你 你就是可以知道他在整个成长过程中 他的父母亲是 就是就是一只 可能脸他他没办法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养成这样子的 个性 然后 那这个就是在检居主啦 所以我在想检居主也是日本的这个社会现象一个很 很很严重的一个部分啦 但是某方面来讲 会不会也是因为年轻人 求生不义现在 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两份 你你你你如果积极一点个性 当然这个环境求生不义 那你你你你总是要想办法去克服这个环境嘛 每每个人有每个人活着时代 那这个时代有困难的地方有机会的所在啊 对不对 那那但是有些人就就没有办法嘛 他他就是没有办法 适应这个环境 我这样讲好像有点残忍 但是这个叫什么物尽天责适者生存 是不是 但是就就是有些人 对 在有些人就没有办法适应这个这个环境 然后他就 而且我觉得讲到根本 他还是有得靠 所以他才靠的 即使父母现在还是老父老母在努力赚钱 他还是有得靠 父母也愿意将牺牲自己到老死的那一秒 他才靠 可是前面靠习惯了 他后面的一生我觉得蛮担心的 嗯对了 好了所以也怕造成社会问题 嗯 所以好没有关系 哥哥在家当然还好 可是我跟你讲真的 一个人他都不上班不上课 他也很少朋友 因为他很少出门对不对 然后再来他就并没有一个长期的男女关系 就是婚姻或是一个交往的对象的时候 他很少有机会跟别人沟通或 妥协的那种机会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变得一个性格很 你刚刚讲那句话 你刚刚讲那句话 乖宝乖乖乖乖乖乖你刚刚讲那句话 我我我我心揪了一下 没有长期交往的对象 为什么啊 因为造成性格很怪 你交过女朋友啊 你不是交过很多个 没有长期交往的对象 糟糕 不是说有的人他一直都没有 很长期都没有 不是都宅在家有没有 然后也没什么朋友也不出门 也不上班 我知道了 他没有一个这种沟通的 对啊对啊 然后协调 然后大家teamwork 或是你需要包容别人 偶尔别人也会包容你的那种机会 嗯嗯 然后最后造成了社会的问题 不管是你知道随机干嘛 或是怎么样的那种 都是一时的这种 嗯嗯 精神上的 对啊 对啊 没办法了 好啦 我们今天讲讲一下这个话题 然后把这个话题带出来 等一下让大家来call in 讨论一下 然后对不起啊 那个YT的各位就很多留言的网友 就是说换话题吧讲政治吧 没题卡吗 没有没有卡啦 但是我看到YT的留言 就是说换话题吧讲政治吧 没议题讲了吗 各位两岸晚点名就是不讲政治啊 要我说几次 哦很烦耶 然后一直叫我换话题 那今天就 摆明就不讲政治的 那你们 要怎样啦 烦死了哦 等一下再开放下call in 但是我要念一下那个YT的donate啊 来 那个J1 捷克是网上偶遇自己高中初恋 然后发现对方有一个20岁的孩子 和自己长得很像吗 没有 不可能 验DNA 不可能 我高中的 嗯 不可能 没有 好来 耳泪一顶 捷克周三讲讲国民党多久会消失吧 今天看了国民党无底线内动 真的让我感到恶心和愤怒 国民党也算党吧 唉 今天就不讲政治了 最怕小姐的生丫鬟的命 对啊就是很多 啃老族就是最怕的就是那种 家里面不是出生于富裕家庭 像什么王思聪那种 那根本无所谓 他根本没关系 他爱怎么啃怎么啃 但就是怕那种不是出生于富裕家庭的 然后 却偏偏就是 就是娇生惯养 哇那那那真的是很痛苦啊 那父母亲如果有疼爱孩子 那那真的是很痛苦 真的是很痛苦 好来 能啃老也是一种资本 万一将来中国电动汽车 像手机产业一样 腾冲直撞进入全世界 日本人连啃土都没资格 好了这个 这个也可以扯到政治 好来 J1 日本社会阶级太死板 老龄化又严重 对老人都有钱 年轻人工资低又辛苦纳税 看不到未来 尼特其实表现了 对社会失望和消极抵抗 所以大陆年轻人这两年 一说躺平 对对对 老公就马上跳出来反对 然后各种新政 也是看日本怕的 真的 就是J1 讲到一个点 就是大陆现在也是有这个躺平主义 你知道 这个真的就是 这是一个社会现象 社会发展到 所以躺平族就等于尼克族 也等于啃老族 就等于简居族 我说意思就是那个现象是差不多 就年轻人失望看不到未来 干脆躺平 干脆躺平 就是这样 会觉得这有点政治啊 因为啃老族 如果变成一个社会现象 那社会上如果普遍有这个现象 政治不是就是管理众人之事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关心 怎么会有人觉得这个主题很无聊呢 我逃不开政治好不好 如果我们每一个个人都不关心这个设计 不关心这整个社会的话 好我们国家未来到底在哪里 好讲的是 来我们等一下开放call in 好不好我逃不开政治 好来接call in 接call in